好了浙江二区西湖龙井啊 昨天闲着无聊 鉴定几把武器 鉴定了一把武器专用 除了无级别啊 加专用的武器 国标命中488啊 用536啊 减去488 命中报了48 48再除以一个命中是啊 每3点1点伤害 也就是命中带来的伤害呢 是16啊 然后的话462再减去420 这个是报了42 27啊 再乘以个0.57 再15.39 然后能熔练个几点啊 咱们再加上一个6点伤害 差不多是21啊 所以说这把武器算上单加 算上伤害算了命中 综合报了差不多是79点伤害 这把武器呢 无级别武器 咱们按照非专用武器的 50%到70%的价格 有没有人来一车啊 69级 这把武器最优的等级就是有 万一想升级还是能再升的啊 无级别打折卖 就是专用的 没法再再过手了啊 640的无级别先都的武器 锤枪 弓箭 把杖 看最便宜的多少钱 最便宜的话是130不强化的啊 不强化的是13段宝石啊 然后48,000啊 所以说这个跟我刚才说的啊 没有打开藏宝国之前的6万呢 差不多的 弓箭啊 13段宝石 法杖啊 弓箭 弓箭还行吗 法杖比较手啊 锤子的话双总毒 摆的是6万啊 所以说这把武器的话非专用的价格给到6万的话你们怎么看啊 这把有一个枪啊 这个是啊 啊暴属性的啊是6万512段宝石 所以说这把武器就是6万的5折啊到7折那6万的7折啊 6乘以0.7啊482 来吧 那现在开始代价啊老板卖这把武器啊想换台车然后自己不上班了啊 两个阶段 来